明日9点 雷霆队将在主场迎战76人 霍埃尔恩彼得休战三星对战双合会有什么样的火花 雷霆二连败遗憾输给金块似乎有点不甘 球队急需一场胜利来劫可 而76人方面在交易截止日补强有望报十年未胜雷霆之仇 两队预计先发 雷霆 拉塞尔维斯特布鲁克 保尔基 乔治 特勒伦斯福格森 杰雷米格兰特 斯蒂夫亚当斯76人 本西蒙斯 JJ雷迪克 吉米巴特勒 托比亚斯哈里斯 博班马甲诺维奇胜利的天平会倾向谁 就要看谁更想赢 恩彼得明日休战访 比赛失去一点味道 因为维斯特布鲁克和恩彼得两人的恩 愿就充满话题 但不上也好以免伤病加重 当然 76人没有恩彼得实力也不容小看 76人十年没赢雷霆了 可想而知他们会有多大的渴望想复仇 就像雷霆和拓荒者之间一样 就是想要赢 阿里斯的重磅加盟 使76人一夜之间有了冲出东区的信心 而球队目前还在努力磨合 雷霆今天输给金块能更直接看到他们的问题 开赛时的窒息是防守怎么不见了 比以为傲的优势如今又遭诟病 还记得乔治这赛季面对巴特勒砍下三一取得比赛胜利吗 那球令人无比震撼 明日两人的交锋也是一大看点 雷霆不能再输 76人则抱住必胜的决心 推荐阅阅读 三个人轮流手全部被爆 乔基奇36910在场尽快狂虐雷霆22分影 怪病造就悲情妇儿子 76人手握状元海岛没要怪老狐狸安热 关键字 76人或埃尔恩彼得波尔乔治雷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